第四季 再說了 小魚的事情 明明是高抬出了問題 這也不能怪你啊 大家都很難過 我也不屑和他們混在一起 患難見真強 看來你們都是明白人 夠兄弟 夠朋友 你呢 我可是跟高雄混的 你呢 本生也記住你們了 華生呢 連魚你不知道嗎 華生現在天天在外面 到處散播催凶的謠言 我全都勸不動他 果然是他 我就說他是個白眼了 回頭我叫一行 一起打死這個禍害 他近日不是和你最好嗎 高雄 你才是我的好兄弟啊 華生最近一直悶悶不樂 我就時常找他聊一聊 他一直跟我抱怨 崔兄搶連雨 他非常羨慕嫉妒恨 果真如此 陰渡生恨哪 這些封條上都要寫上崔楚怡的種種罪行 你們看 這是宋連雨檢舉崔楚怡種種惡行的書 你還這麼刺激 杜兄 月兄 你們這是 快看 月兄 對對對 這是列舉崔楚怡 時宗罪狀的告示 比風有力啊 時宗罪惡冠滿營崔楚怡 高抬被人動了手腳 果然有問題 想必現在 希望書院出世的人 也就只有一個了 不會的 崔首府他不會這麼做的 崔首府 垂憲書院的掌控權 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 正好可以藉此機會 引發書院的危機 這樣他才有機會把書院 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他 怎麼會因為此事 而掌控書院呢 只要書院出現問題 他就有機會換掉我 換成自己的人 那這樣說 書院之中有崔首府的人 崔首府的人 還記得 學田丈母的案件嗎 那不是因為 村民謊報產量 以及堂長帳目空缺 所引起的嗎